我们都希望不用为医药费操心 当我们自己或亲人生病时 最不想碰到的便是付不起医药费 为确保人人都负担得起医疗费用 政府提供了多重保障 首先,在公共医院接受治疗的国人 都有机会获得政府津贴 津贴额最高可达80% 我们也需要未雨绸缪 以应付未来的医疗费用 因此,我们有第二道保障 保健储蓄 在这项计划下 个人的部分工资将存入保健储蓄户头 一旦生病,便可通过户头里的储蓄支付医疗费用 如果需要支付庞大的医药费,怎么办? 健保双全计划是您的第三道保障 除了住院费用之外 健保双全也涵盖日间外科手术 以及一些昂贵的门诊治疗 如洗肾、化疗和放射治疗等 尽管有了这三道保障 一些人可能还是无法应付医药费 保健基金将为这些人士提供多一道安全网 无法支付费用的病人能够在公共医院通过保健基金 寻求更多经济援助 有了这四道保障,您大可放心 只要做出妥当的医疗选择 您和亲人都能负担得起医疗保健服务 预知更多讯息,请浏览www.moh.gov.sg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